小资族手头现金有限只能买买零股 而且只限盘前盘后撮合 想要买张股王大力光根本难上加难 像大力光汉维科一张股票就要破百万 因此证交所打算推一张股票以百股政策 以大力光来说三十几万就能入手 基有股台积电一张更是掉到一万多块 希望借以吸引小资族提振台股量能 新的教育习惯会吸引许多人来 好像理论上说得通但是实际上说不通 因为你现在零股一样可以买卖 只是白股政策股民意见两极参考各国 纽约证交所纳斯达克上海深圳新加坡 都是以白股为张署单位 买股票价钱更亲民 但是达人有不同想法 我们用一个大力光来举例好了 四百多万你切成白股 它还是要四十几万 核心问题还是一样 我的收入根本没有要支付 七月以来台股一路上工九千点 但成交量只有一天破千亿 以白股交易就能解决量能问题 股民打问号 税很贵 重叠税太多 量能没办法放大 就是那个钱跑到外国去 股民知智不改税制 无法改善台股体质 推白股能救市 政府得好好再想一想 谢谢夏军臣 谢谢您台北报导